欢迎各位同学收看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高中地理 这堂课我们将介绍温带湿润气候3 温带地中海行气候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堂课的学习目标 第一同学要能够说出温带地中海行气候的意义 第二能够指出温带地中海行气候的范围 第三能够说出温带地中海行气候的特征 历史能够分析温带地中海行气候的成因 温带湿润气候总共包含有四个气候类型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其中的第三个温带地中海行气候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温带地中海行气候的分布范围 灰色色块代表的是温带地中海行气候分布的地方 首先包含了第一个环地中海地区 以及美国的加州 智利的中部 以及澳洲的西南部 还有非洲南非的西南端 温带地中海行气候分布的范围 约略是在纬度30度到40度 而且会位于路快的西侧 温带地中海行气候非常特别 它是所有气候类型当中 唯一一个是以冬季降雨为主的气候类型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呢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温带地中海行气候的成因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把赤道画出来 好,太阳直射赤道 主要是在春分跟秋分的时候 好,那我们曾经学过行星风系 那我们将行星风系的这些风带 放进来这张图里面 在纬度60度的地方 这边是极圈气旋带 纬度30度的地方 这边是负热带高压带 纬度是零度赤道的地方 这边是尖热带符合区 南半球的30度也是一样 是负热带高压带 好,同学有这样子的认知 还有一个 在纬度40度到60度之间 那这边呢,是西风带的范围 好,同学有这样子的认知呢 接着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解释 地中海行气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七月的时候的状况 七月的时候是北半球的夏天 所以在七月的时候呢 太阳直射 北半球最远可以直射到北回归线 所以当太阳直射点开始向北移动的时候 ITCZ也就是尖热带符合区 它也会跟着移动 ITCZ一移动 所有的风带它就会跟着移动 所以所有的风带它就会开始向北移动 所以请同学帮我关注一下 北半球灰色色块的部分 此时受到哪一个行星风带的影响 非常好 是富热带高压带 那富热带高压带会降水吗 不会 因为高压 这个气流下沉 空气是稳定的 所以呢 富热带高压笼罩的情况下 夏季 温带地中海行气是干燥的 而请同学帮我关注一下 南半球灰色色块的部分 此时受到哪一个行星风带的影响 非常好 是西风带 所以呢 西风可以带来这个水气 所以这边冬天会降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1月的时候的状况 1月的时候呢 太阳一样最远可以直射到南回归线 所以当太阳直射点开始往南移动的时候 兼热带符合区会开始移动 所以所有的风带也就开始跟着向南移动 请同学帮我关注一下 在北半球灰色色块的部分 此时受到哪一个行星风带的影响 没错 是圣形西风带 所以它可以带来雨水 冬季是降水的 而在南半球的部分 灰色色块此时受到 富热带高压带的影响 所以夏季是干燥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只要是地中海型气候 它的降水季节是属于下干冬雨 它的成因会跟风带季有关 除了风带季之外呢 还有一个影响的因素是凉流 凉流经过呢 会使得空气变得更加稳定 而且呢凉流通过的地方容易起雾 所以呢在夏季的时候 本身地中海型气候夏季就干燥 那再加上凉流的影响 会使得大气变得更加稳定 更不容易降水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些灰色色块的地方 都有凉流流经呢 诶没错 像在环地中海地区 这边有加纳利凉流 美国加州这边 有加利福尼亚凉流 智利中部这边有 溺鲁凉流 澳洲的西南部这边 有西澳凉流 而在南非的西南端这边 有本吉拉凉流 哦所以没错 诶地中海型的分布呢 诶通常都会跟凉流也有关系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地中海型气候还有哪一些特色 首先我们以理思本为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气温 这个打星星的地方 是这个月温度最高的点 那约略呢 最高温大概是23 24度左右 所以夏季大于20度 所以夏天是热的 好 所以这叫夏热 而冬天温度呢 大于10度 大于0度 所以冬季是温暖的 所以呢 在温带地中海型气候下热冬暖 好 而且它的年温差呢 其实是不大的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降水 好 那在降水的部分呢 同学可以发现 5 6 7 8 9 这5个月份呢 月雨量都低于50毫米 所以很明显 它有干季 而其他的月份呢 都大于50毫米 所以这个有明显的雨季 好 所以这个就是夏干冬雨 为什么夏干 富乐带高压带 为什么冬雨 因为西风带 移动的影响 那夏干的原因 还包含了凉流的影响 好 那接着是 温带地中海型气候的 统整表格 那请同学参阅一下 那再请同学 要稍微再 这个复习一下 地中海型气候的成因 这边比较重要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